惠斯雅 此獎對我太重要 第39屆華鼎獎昨晚 10月23日 於澳門舉行 去年憑《畢日成婚義》 首次獲香港電影《金像獎》 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惠斯雅 憑電影《破地獄》 獲得第39屆華鼎獎 華語最佳影視女演員 方忠信則憑電影《金手指》 於第三屆澳湖五大洲電影節 金莉花獎獲得 全球最佳男配角獎項 石修及歐陽振華則受邀擔任 全球最佳男女配 及全球最佳女演員頒獎嘉賓 近年女獲電影獎 提名 這次得獎 Michelle為自己非常激動 認為無論任何 漢 對他來會都是一個肯定 及被漢見的機會 咧 獎對我來說太重要啦 對演員黎琳是一個肯定 都是提醒人地 我還在這行假 大家可以找我演 憑破地獄 人在體能及心理上都有很大發揮 心 上的話就是大家看過這套電影就會明白那種 屈 屈 長時間培養沉屈的情緒 每日同屋企人 很多 盾 很多爭吵 所以那段時間是難過的 體能上除 要練一些儀式上的東西 也都要人做很多體能體 的訓練 因爲角色是一個救護員 自己對這方面 求比較高 好希望最貼近個角色 所以有那一刻 此我每日都去做Yim 那段時間體能真係幾好 同埋 積了好多 經過那些訓練 之後我真係可以清道 人上救護床 最難忙的是 跟許冠文拍攝一幕洗 戲 令他學到何謂敬葉樂業 米高臣在戲入面飾演我 八 有一場戲是我要幫他洗澡 我記得拍攝的事 是冬天 好凍 所有劇組都擔心 他反而說 不要緊要 你們拍到OK先 他為我們的畫面 劇情需要行先 好 石身這樣 我又心痛 覺得好深刻 又覺得好厲害 尊敬他 在他身上 絕對學到什麼叫做敬葉樂 至於方中信 亦表示十分開心 他為獎項並非熟 他一個人 而是整個拍攝團隊 是大家一起努力 成果 他為最難忙 是一場戲中他被殺後 服飾泳 的拍攝 我記得拍那陣時是冬天 其實都幾凍 我 趴在水面 那水在臂湧入去 是那樣東西辛苦的 我 穿了潛水衣打底 其實都OK的 問題不大 導演他們 好好 安全措施做得好好 找了兩個潛水員在池 Stand by 放了些氧氣瓶 好安全 但是要揹住些懸大 因為 做到半浮沉的效果 恐懼就沒有 因為我都有潛開 唯一是怕個假髮會脫 哈哈